我们现在来到Kibbutz 就是10月7号哈马斯进到这一个村庄 来之后的这个进行屠杀的这个村庄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些房子 其实都已经被摧毁了 或是被烧毁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现在这个村庄是被以色列军队所掌控的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 有非常多的这个炮起声音 都是以色列军方往加萨走廊的地方发射炮弹 三例记者随着以色列军队 重返哈马斯灭村地 空袭炮击 怦然巨响 也没停过 气氛紧张 其实我们一进来之后 因为这才刚刚发生过 在大约两个多礼拜前 这是第三个礼拜 因为这间房子被烧毁了 其实我们都还闻得到这一个火烧的痕迹 火烧的味道在这里 那这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 在冰箱上面 贴满了非常多这个家庭的照片 而这些人目前都已经下落不明不太确定 他们已经到哪里去 是否安好或是已经被杀死的状态 眼看家园几乎全毁荒废 当初的劫难历历在目 被征召的以色列后备一官兵 也语重心长 而既往重建的同时 也再度燃起以色列民众 不惜武装捍卫家园的决心 讲到伤心处 忍不住哽咽 战火无情适者一役 平静的小村庄成了残破空城 以色列人民内心伤痛难抚 何时能重建 且重拾不再担心受怕的日子 没人有答案 三新闻彭光伟王维黄 简讯会